要出有幾個業務人員 不過這跟怎麼多一筆 會不會是有空白的資料 那 這裡有把它再看一下 這個地方 查詢 多賄賂一些 不要的資料 那請各位 賄賂的時候特別注意 因為底下有沒有 多餘的 空白列 所以在資料來源的時候特別注意 你在寧存心檔中 確認一下 因為可能這幾列 應該是有放一些不應該放的資料 記得把它做一個刪除 否則的話他匯入的時候也會匯入一些不需要的資料 那我們就把它怎麼樣刪除掉 OK 刪除掉 這邊還是 這個應該是新增的 OK 這個是新增的那一個 OK 好了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的查詢 出來 這個 這個 最後是不是 取消一下 看一下 這裏面的資料 這一筆 應該是空白的 OK 這應該是 不用儲存 因為他資料 可能要重新 重新跑一下 把它save一下 這個名稱 查詢 就是業務 業務 我就給他一個名稱叫業務 那把這個查詢結果 就可以把它存起來 到時候這個部分呢 就可以 是我們要的 業務人員 把它save之後 你可能重新 重新載一下 把查詢 裡面會有業務 打開之後呢 就只有 有六個 六筆資料 OK 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說呢 你今天呢 在 Excel裡面 2003的版本 那 也要達到那個 移除重複功能呢 你可以利用查詢裡面呢 再增加一個sigma 那另外 還有同學會問一個問題 比如說 當然 以移除重複 很好用 可是問題來的 假如說我今天想要知道 小咪 到底有幾個 小章